隨著科技進步 現在有不少手機apps 都可以幫大家進行一些簡單的影片剪接 但選擇那麼多 到底哪款才好用? 消費會前個拜就測試了25款的影片編輯apps 讓我立即和大家看看 到底哪幾款的評分比較高 消費會就是以編輯功能、可用性、多功能程度、資料引詞及容易取用程度來做評分的標準 不知道各位用家又覺得哪一款的剪片app最好用呢?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